许多行业在疫情当中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丽川渔场在解封降级之后 虽然为业者解套 不过就目前的疫情消费者心态还是很谨慎 园区内一个早上不到10位游客 业者只期盼8月9号防疫指引可以有更完善措施 才不会变成困在指引外的牺牲品 以往在暑假时许多游客来到丽川渔场游玩的季节 即便防疫降级到二级警戒为减封 现在园区内反而更是员工比游客多 宽敞的户外水池空间完全看不到游客 而贩卖区的员工望穿秋水 仍等不到游客前来游玩 归咎原因业者认为全因为防疫指引 未开放水池游气活动 而成为了疫情降级解封下的牺牲品 一看小李燕跳下有我们的闲仔双麒麟 那李燕的大多都是亲子 那我们没有办法限制顾客以及小朋友 作者吃完才离开 那也因政府规定不能边走边吃 不我们无法按售体验票 墨线体验 农特产品特卖区 餐厅每一个环节都按照防疫指引的措施来进行 还是无法消除游客来到丽川渔场体验的动能 收封有如此多类似形态的观光农场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只期待之后的防疫指引能够给业者更明确的规范 减少业者在防疫期间更大的经济损失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